今天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中欧磋商情况进行回应 他表示 自9月20号开始的20多天中 中欧技术团队在布鲁塞尔共进行了八轮密集磋商 经过艰苦努力 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方充分听取中欧业界诉求和意见 在磋商过程中 就欧方具体关注多次提出务实的建设性解决方案 展现了最大诚意和灵活性 但遗憾的是 欧方始终为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 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 到目前为止 磋商仍未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同时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强调 中方通过对话磋商 寻求解决方案的态度和诚意没有改变 以正式邀请欧方尽快派技术团队来华 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的磋商 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希望欧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 尽早安排来华 并以建设性态度加快推进磋商 争取早日达成妥善解决方案 此外 针对欧委会正在就欧盟电动汽车反补提案 单独与部分企业进行价格承诺谈判的情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强调 中方一直本着最大的诚意和善意与欧方进行对话磋商 中方认为包括在华欧资企业在内的不同类型中国企业 以授权中国积电商会提出了代表行业整体立场的价格承诺方案 这是当前中欧磋商的基础 如欧方在与中方磋商的同时 又与部分企业单独进行价格承诺谈判 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 会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 不利于推进磋商整体进程 中方希望欧方充分展现诚意 认真对待业界的核心关切 在当前磋商的基础上 尽早达成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